哈喽 今天我们要在园医院去吃好东西了 耶 今天我们去吃什么呢 吃什么呢 天气有点冷呢 我觉得火锅吧 火锅有点油腻不太好 火锅不好 那我们去吃麻辣烫 麻辣烫不高 麻辣烫也不行 那炸鸡吧 观众朋友们 车鸡不加巴 文明你我来 炸鸡呢有点 不健康 不健康 那我知道 有一个可以满足你所有要求的东西 你一定会喜欢 我们去吃日本 你有推荐哪家特别好吃的吗 当然是有 你跟我走吧 Let's go 那炸鸡片最重要的呢 一定要是新鲜啦 新鲜的炸鸡片呢 吃起来是很Q吧 很弹的 没有炸哇沙比的塞了 是没有灵活呢 你知道吗 外面有包一层黑色的 看 据说呢 是用那个墨鱼丝在外面裹了一层 老板说全珀斯只有他们一家有这个 就一般可能是炸鸡是他的可能三分之二吧 就他还蛮大里头 就是料也很粗 嗯 而且咬起来脆脆的 他配的是那个柚子汁 所以呢他有一种很独特的嫩中又有一点清爽的感觉 你知道我吃这是什么吗 嗯 吃肉吗 吃幸福 哈哈 哈哈哈哈 首先他一点都没有生的感觉 他那个酱汁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 然后再配上 他上面有一点点芝麻 还有一点点葱香 整个的口感都特别特别的好 这个是冲亚的梅子汁 还是奥汁 奥汁 它不散的吗 哦 谢谢 是 好神奇 这杯子好特别啊 来尝一口 人生第一次喝酒 因为我刚成年 很香气 嗯 好像初恋的感觉 这个蛋特别的新鲜 因为特别特别圆 只有新鲜的蛋呢 打出来之后才是这么圆 像它这个很刮 放到锅里 不用太长的时间 涮量一下 大概两秒钟吧 这样就可以了 就你可以看到那个肥肉跟瘦肉 对 加起来一些的感觉 我们试一下 哦 嗯 融化了吗 但果然好吃好多啊 嗯 超级好吃 这特别特别的嫩滑 在你嘴里好像要融化掉的感觉 嗯 好 终于到甜品了 我一般呢 是不太会点甜品的 但是呢 他们家的甜品 刚才在那个菜单上 特别的好看 哦 它里面是Ice Cream 所以它是包含着那个 冰淇淋的糯米糍 特别的Q 特别的爽口 都吃完了耶 全部吃光 路易斯推荐的果然没错 是吧 不油腻健康且高级 那下次还要不要来 要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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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